应该说东亚是儒家文化圈 儒家文化圈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的早期的大同说 那这个天下为公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2000多年前早期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 那时候就在讲共同富裕 那时候就在讲大家是共生的因此应该共享 所以它这个思想体系覆盖了整个东亚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连片的脱贫 那就是东亚 它一定有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种文化之根 那这个文化之根要我说 其实就是它受儒家文化影响所强调的资源是共享的 所以最第一个要点的是共生 就是人和资源是共生的 所以我们提出人与资源和学共生的文化命运共同体 这是当代的对东亚儒家文化的一个新的表述 它就包括了共生 共享 共治 这个三共的基本原则